每小时1.3盎司价值2600美元的黄金收获 让陶金小队见识到了帝王谷真正的潜力 这或许会成为帕克开采过品味最高的土地 要知道这样的收获仅仅来源于料厂的边角料 陶金既来到第十周的时候 帕克终于顺利解除了破产危机 看着全年到现在略显凄惨的 550盎司约17公斤的黄金总收获 或许是时候考虑50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了 新土地帝王谷经过上周短暂的冲洗后 全部人员再次回到料厂的挖掘工作中 也就意味着所有洗矿工厂再次进入停工状态 没有黄金收获不免让帕克又开始有些焦虑和紧张 现在唯一的指望依然是花果山上的三哥泰森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挖掘后又打开了更多的料厂 以前帕克都会下死命令要求在几天内完成某项工作 但这次给出的任务却是非强制性尽力提升速度 类似的谈话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紧张 没有目标和时间限制的追赶才更有压力 料厂的挖掘工作结束后 泰森又马不停蹄开始土制底垫的建造 这是用来安放洗矿工厂的固定平台 略显忧心的帕克时不时会过来查看进度 每次的问题都是如出一辙 明天可以开始筛洗工作了吗 但泰森给出的答案每次都是还没准备好 毕竟如此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而且每一项都不能出现任何错误 好在不久后三哥泰森还是创造了奇迹 以最短时间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只需要将洗矿工厂牛魔王搬运过去就可以开始筛洗 但因为人手严重不足 他唯一能依托的只有入队两年的队员艾文 好在泰森对于类似的搬运工作早已经守到青睐 艾文也只需要从旁观察和指挥 45吨重的牛魔王很快进入了合适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传送带和供水系统的安装 准备完一切的洗矿工厂再次恢复了正常运转 7乘24小时两搬倒的工作制 可以确保设备始终处于不停歇的状态 然而此时泰森却收到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 有一辆装载机在靠近花果山的地方发生了事故 他必须尽快前往救援 正在高速运转的洗矿工厂只能交到队员艾文的手上 但这却是十分冒险的举动 艾文即将迎来淘金生涯第一次使用750挖掘机 两分钟时间的简单培训后他正式被赶鸭子上架 唯一的要求只有别出乱子别把牛魔王给砸坏了 交代完一切的泰森驾驶装载机飞快赶往事故现场 另外一辆装载机在倒车的时候侧翻进沟里 路边的树木刚好卡在了中轴上 导致驾驶员无法自行将气开出来 贸然胡乱拉扯只会将中轴整个扯断 泰森只能一点点尝试将其顺利救出 小小的意外并非是什么大事情 但也足以让一群老司机嘲笑很久 也正是因为这次意外成就了另外一个年轻人 当泰森着急忙慌赶回矿场的时候 洗矿工厂牛魔王运转良好 也就意味着第一次操作750挖掘机的艾文并未发生意外 这也为他将来的成长得到了优先权 上一年他和肯大爷的孙子一起入队 最开始只是最低级的卡车驾驶员 赛季快结束的时候得到装载机驾驶员的工作 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很可能会得到更多照顾 毕竟在帕克的淘金小队中 总是希望每一个新入队的队员都能最快速成长起来 而那些有前置的总会被优先考虑 时间很快又来到本周的最后一天 关于老司机开翻装载机的事情已经被当成笑点 也是所有人最轻松的时刻 接下来就是最终的称重环节 牛魔王本周黄金收获为182盎司约5.7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35万美元 帕克全年黄金总收获因此来到了733盎司约22.8公斤 距离500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淘金小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含1.6亿美元黄金的帝王谷依然处于挖掘状态 三哥泰森的花果山进入了正常筛洗阶段 两条战线同时推进终于破解了淘金小队可能破产的危局 然而帕克的野心从来不仅仅止于此 第三块土地南天门总面积达到了51000多亩 是他在今年淘金纪尚未开始前就已经拿下 也是真正从未被涉足的原始未开采地 本来是准备作为今年的开采地 却没想到后面阴差阳错才又买到了帝王谷 并因此一直深陷其中 现在破产危机解除后是时候考虑这块土地的问题 拿下南天门之前的帕克正现在对于土地的焦虑中 所以不惜花费50万美元进行翻探 又支付100盎司黄金作为先期地租预付款 又以20%的高地租比例作为代价 并向矿主承诺一定会在今年启动开采工作才顺利拿下 为了避免前期所有投入全部打水漂 以及违背承诺失去对这块土地的开采资格 总算抽出身来的二把手米奇正式进驻南天门 然而被河水冲走的桥梁却像是某种警示 助力河边的二人陷入很深的纠结状态 毕竟前辈黄金矿工几乎扫遍了整个克朗戴克地区 却独独没有染指这么一大片土地 再加上前期勘探结果并不太理想 眼前倒塌的桥梁成为压垮帕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放弃还是继续开采的问题让他陷入两难之境 但他始终感觉与那块土地的缘分引到 再加上三到五米的覆盖层将大大减少前期投入 一番纠结后他还是选择了继续 二把手米奇的好处就在于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冷静帮忙分析 但对于帕克下定的决心从来不会再怀疑 只会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去完成交代的任务 紧急持员的队员立马开着一堆二手车前来帮忙 陶金小队很快完成了道路的修复工作 米奇得以驾驶第十一推土机快速进场 前期覆盖层的移除工作需要一个过程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赶上进度 同时祈祷地下真的如帕克预感那般存在大量黄金 至此陶金记第十一周的时候 帝王谷 花果山 南天门的开采工作几乎同步进行 所有人员和设备在极限的状态下再次被拉长 好消息是从来没有一个队员会抱怨或者有其他消极情绪 按照四妹的说法是每个队员情绪特别高涨 毕竟连帕克都已经亲自参与到各个环节的工作中 而更好的消息是帝王谷这边的料长已经挖出了220亩 还差最后20多亩就算是完成全部开辟工作 比预期的十个星期整整提前了两周 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布朗负责挖掘工作 新队员雅各布驾驶卡车的同时 还顺便在几天前邀请来自己的好朋友康纳 正在考取教师资格的他需要一大笔学费 而进入帕克队伍的短期工作正好可以小赚一笔 但每天7000吨泥土的搬运工作真的不是小事情 两辆卡车几乎快跑断了等 康纳驾驶的卡车更是直接被开到浓烟滚滚 二把手米奇也不得不亲自赶过来 几分钟的时间就看出发动机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三块土地同时动工已经将所有卡车散布在三条战线上 矿场已经没有多余的卡车进行更换 好在前任矿主留下一堆接近报废的设备 康纳从中随便选了一辆又继续工作 然而仅仅一个多小时后 刚刚开出来的卡车又一次趴窝不动了 维修小队的队员经过检查后决定重新组合两辆有问题的卡车 将没有问题的发动机引擎替换到传动系统没有问题的卡车上 这样确保了帝王谷这边随时都能有两辆卡车同时运转 而这也已经是最低配置 另外一边南天门覆盖层的移除工作也在紧握秘笔的进行 二把手米奇亲自坐镇指挥 但在这样的季节才开始类似的工作多少有些晚了 炎热的气温将地面变成了一大片肘子 对覆盖层的移除工作产生了很大压力 融化的冰雪逐渐汇聚成一条大河 面对即将被淹没的料场 南天门急需一台足够大的水泵进场排水 好在如今的帕克经过十年时间的积累后 仓库中堆放的设备早已是个夸张的数目 维修小队分分钟就将需要的设备送进矿场 地下水过多的问题终于被解决 最多两天内就能让料场重回干燥 帝王谷南天门花果山三馆旗下 几乎将所有人和设备都拉到了极限 但对于二把手米奇来说 家人和孩子永远排在第一位 前来探班的女儿得以第一次驾驶挖掘机 毕竟作为如此全能的米奇的孩子 这些东西只能从小就开始培养 时间很快来到本周的最后一天 帝王谷240亩料场已经全部开挖结束 只需等待冻土融化后立马可以进入筛洗阶段 泰森花果山那边的清理工作也来到最终的称重环节 301.2盎司约9.4公斤 总价值超过60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让帕克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1034盎司约32公斤 总价值已经超过了200万美元 期待接下来帝王谷和南天门的开采结果 一块土地的价值决定一个陶金小队的生死 可能存在1.6亿美元黄金的帝王谷终于揭开米底 45000亩土地需要10年时间才能全部开采完成 第一年240亩料场已经全部开挖结束 帕克带领一部分队员进行最后的清场工作 西南方向10英里的花果山上 三哥泰森带领为数不多的队员运行洗矿工厂牛魔王 这也是陶金小队唯一的收入来源 往东7英里的第三块土地南天门上 米奇正在打开一块面积66亩的土地 但要在本周内完成覆盖层的移除工作显然不太可能 三块土地的陶金工作推进将人员和设备彻底打散 尤其在确保了帝王谷和花果山的正常运转以后 二把手米奇分到的只是一些类似第六之类的小型设备 移除无用废土的速度堪比时刻浪滚粪球 它很需要更大型的推土机进场助力 但陶金小队现有的几套大型设备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帕克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抽掉出其中的任何一台 好在此时维修小队那边传来好消息 前任矿主在卖掉帝王谷之前几周 还买进了一台近乎报废的二手第十一推土机 前任矿主本来准备将配件全部拆下来修补其他设备 但自从帕克接手帝王谷后也顺便接收了所有设备 维修小队的首席机械师乔丹开启了漫长的复活计划 近乎报废的第十一推土机核心部件完好无损 其他地方则需要大面积维修和更换 为了让这台115吨重的庞然大物七死回生 首席机械师乔丹货买货差已经得到足够的配件 并带领队员完成了全部的维修工作 接下来就是将其全部重新组装起来 两边4.5米长的行走台车结构需要重新安装 最后才是组装20吨重的推土产 整个过程说起来很轻松 但实际操作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维修小队不得不派出包括乔丹在内的三名专职机械师同时动手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复活计划取得圆满成功 不过对于整套设备起死回生最开心的还得是帕克 全新的第11推土机在市面上的价格是个庞大的数字 用维修小队队员的话来说最起码帮他省了200万美元 几天后两台第11推土机同时进场 南天门66亩土地无用覆盖层的移除工作迎来转机 米奇终于不用再操作那些几乎淘汰的小型设备 南天门极有可能提前进入筛洗阶段 唯一的问题是刚刚复活的第11推土机终究不太稳定 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小毛小病 奈何他面对的却是比首席机械师乔丹还要强大的能力 每次都能准确找到症结所在并轻松搞定 确保挖掘工作始终维持在正常状态上 时间很快又来到这周的最后一天 唯一运转的洗矿工厂牛魔王本周黄金收获240.6盎司约7.5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48万美元 算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收获 接下来一段时间帝王谷的一切总算准备统大 尘封已久的洗矿工厂铁扇公主成功归来 1500万美元购买的土地是否真的存在价值1.6亿美元的黄金 接下来的全面筛洗工作或将出见眉目 铁扇公主很快出现在料场中 二把手米奇和三哥泰森从各自岗位抽身出来帮忙 50吨重的铁扇公主由陶金大拿到其亲自设计之走 先是落入托德之手 之后又在最危难的时候拯救帕克于水火之中 如今也是跟随陶金小队的第十个年头 虽然看起来已经秀气斑斑 但性能依然稳如老狗 在将洗矿工厂顺利拼接完成后 接下来是料斗给料系统率先入场 30多米长的传送带可以将含金土料从料场中直接送进玉洗室 减少了卡车的运输环节就是节省了大量燃料 也减少了大量的维修时间 对于已经布置过这套装备不下百次的米奇和泰森来说 简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最后就是供水管道系统的接入 但在厉害的人物也有老马式前提的时候 操之过急的机械师驾驶挖掘机拖动管道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因为管道太长的原因导致从中间断成了两节 虽然这看起来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但绝对不像某些人的淘金队伍随便搞点胶布粘起来那么简单 超强的水压可以将小小的缝隙越撕越大 专门的设备可以将接口处彻底融化 最后再严丝合缝的完美粘合在一起 之后洗矿工厂铁扇公主总算顺顺利利开启了筛洗工作 但此时帕克在帝王谷的全部花费已经达到了2000万美元 是否真的存在价值1.6亿美元的黄金 得等10年开采结束后才能知道 但每周的黄金收获量或许也能得出一些初期的判断 时间很快又来到本周的最后一天 也来到帕克最为紧张和期待的日子 平时根本懒得动手的他忍不住亲自进行称重 花果山的牛魔王本周实现了7×24小时的完美运行 最终的黄金收获达到了250.7盎司约7.8公斤 接下来是帝王谷的铁扇公主只筛洗了44个小时的结果 根据前期钻探样本含金量计算 这次收获应该为70盎司左右 然而最终却达到了118.2盎司约3.8公斤 几乎是预估值的1.6倍还多 而且平均算下来一小时的收获就达到了2.6盎司左右 但这还不足以判断帝王谷的整体土壤含金量 这周合计369盎司的黄金收获 也让帕克本年黄金总收获来到了1643盎司约51公斤 总价值超过了300多万美元 接下来帝王谷的筛洗工作兴许能带来更大的惊喜